好 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司马南频道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司马南 感谢您关注呢 公众号司马南频道 上一期我跟各位讲到了蓬佩奥先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这个呢 甩锅中国 恶意的诋毁中国 造谣中国 现在正致力于 勒索中国 敲诈中国的这位美国的国务卿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原来是一个穿黑 就是黑川普的人 他认为他是个独裁者 就是他不靠谱 不正常 后来呢 成了川普的坚定的支持者 后来当了他的情报局长 再后来当了他的国务卿 一个人可以这么没有立场吗 一个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吗 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美国政客可以做得到 蓬佩奥先生不但做到了 而且做得最好 他把这件事情做到了极致 请大家想一想 当一个人 他对一个人的人格 道德 良心 作为乃至精神类型都有彻底的否定意见的时候 一转脸 仅仅是因为这个人被选为总统 他就把以前的一切全部都消除了 没掉了 就跟王小妞和梁远萍女士删除自己的微博一样 重新开始写光灿灿的 充满阳光的文字 您怎么相信这个人呢 这个人心里到底是经历了怎样一种挣扎 您不必同情他 他心里可能没有挣扎 因为对他来说要的是利益 那现在呢 蓬佩奥先生和特朗普先生 他们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 以为美国的疫情啊 现在相当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 严重到全世界最严重 严重到那些数字说起来令人咄舌 严重到你把美国的确诊人数 或者美国的死亡人数 哪怕仅仅是纽约的死亡人数 确诊人数 放到中国来 用一句知识分子爱说的词叫做 那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受不了啊 上海人说 我得了啊 我得了还得了 东北人说 妈呀 吓死了 多少人 一百多万人 一百多万人确诊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 建立在核查了六百多万人的基础之上 特朗普原来说一天要查五百万人 后来当有人追问的时候呢 特朗普又说 我没说过这话 这是你们媒体造谣 我们不管这事的究竟 反正是 美国一共核查了六百多万人 现在一百多万人的 确诊是感染 死亡人数呢 是 就是马上就六万人 严重到这种程度 现在特朗普先生正努力呢 要求复工复工复工 有些地区呢 甚至是拿二枪老百姓上街了 要求必须答应我们复工的权力 必须答应我们到海边游泳的权力 必须答应我们的泡巴的权力 必须答应我们扎堆的权力 必须答应我们扎堆的权力 必须答应我们在一块嗨起来K歌的权力 美国人民要求自由 这事 麻烦大了 很多很多人发出警告 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 美国的医疗官发出警告 最近 站在特朗普先生旁边那个小个子 站在特朗普先生旁边的那个经常被特朗普先生的大嘴弄得一脸无奈表情的小个子 已经没有站那的机会了 被特朗普先生给pass了 那为什么 你已经被解职了 因为我看你不顺眼 因为你不顺着我说 各位 小沈阳说 我的亲娘似舅奶奶呀 我跟着你说吓人不吓人的 你的话是没法跟的 但对不起 对蓬佩奥先生不存在这样的心理障碍 你能说到哪 我比你说的还多 你能说到那 我比你说的还狠 比方说特朗普先生说 对中国要发动具有实质性的 赔偿 具有实质性的捧场 这个词到 蓬佩奥先生的被翻译成什么话呢 翻译成 美国死一个人 要中国人赔1000万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 大家算一算 现在他这差不多6万人 每个人 1000万美元 打着算盘 摁着计算器 掐着手指头 大家算一算 这是和每一个中国人相关的事情 当然 他这种所谓的索赔 这种勒索 是毫无事实依据 也毫无法理依据 没有这种先例 中国人民是绝不可能答应的 但是这不妨碍他接着这么说 天天这么遭舆论 美国的疫情还在发展 美国的疫情今天远不是到了现在开始下降的时候 美国的疫情按照 被特朗普先生解职的这个小个子的 著名的美国传染病学家的说法 有可能二次反弹 有可能卷土重来 有可能还要 这科学家说话 他和普通人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科学家讲证据 讲事实 讲建立在证据和事实基础之上的模型分析 并且永远向新思想敞开大门 考虑到种种可能性 特朗普先生的母校 就是宾州大学的沃顿上学院有一个 著名的分析机构对美国的接下来 特朗普先生要求复工 和流行病学发展的趋势 他建构了三个模型 我跟各位说说 第一个模型是说 按照今天 美国今天封城的模式不变 限制 人们自由的流动大型的聚会 那么到二季度结束的时候 也就是2020年的6月底的时候 美国的GDP将是个什么情况呢 美国的GDP将下降 11.6% 11.6% 比中国高的多 中国一季度是百分之多少 没上十吧 少的多 但对中国来说这已经很大的损失了 那 死亡人数呢 沃顿上学的模型说 到6月底将死亡 11.7万人 这是模型一 GDP下降 11.6% 死亡人数呢 是11.7万人 那模型二呢 模型二是 但是 也没全解除 但是解除了部分限制 人群有一定的流动 这复工的情况呢 好一些 GDP的损失可能会少一些 但是沃顿上学的模型推演 说到二季度末的时候 叫6月底的时候 美国的GDP下降 8.5% 比11.6 损失少了一些 死亡人数到6月底追加多少 37万 就是说隔离啊 戴口罩啊 洗手啊 保持一米距离啊 不要扎堆啊 不要聚会啊 不要聚餐呢 这些措施重要不重要 很多人曾经相当不屑 但是美国正在用 一条条鲜活的生命的代价 告诉我们这些措施是有用的 武汉防疫所获得的这种经验 是高度重要 如果美国解除 不可以封锁的话 按照沃顿上学院的模型分析 到6月底的时候 GDP下降8.5% 死亡人数是37万 那好 第三个模型 第三个模型那就行了 那就全放了 随你特朗普的愿 按照你老头的心思 金毛大统领振臂一呼 我们嗨起来啊 我们一块玩啊 该逛街逛街 该吃饭吃饭 该蹦迪蹦迪 该这个海 游泳游泳 该海滩罗泳 该看电影看电影 该干嘛干嘛 一如平常 GDP会下降多少呢 很多人以为GDP 会增 增长吧 没有 照样下降 下降7.9% 只比部分限制的8.5% 略略多那么一点点 7.9% 那在这种完全放开的情况之下 美国的死亡人数是多少呢 模型研究报告说 到6月底美国将死亡 95万人 三个模型我刚才已经跟各位说了一遍了 如果您随手把这数字记下来或者我们做一个图表能够看得更清晰 这三个模型是在 保持现在的现有的这种的限制的情况之下 封城 死到6月底死11.7万人 GDP下降11.6% 解除部分封锁 有的地方不封了 适当放开 GDP下降8.5% 死亡37万人 完全放开 GDP下降7.9% 死亡 95万人 这个说法靠谱不靠谱 应该说大体不离谱 因为这不是特朗普先生拍脑袋也不是蓬佩奥先生拍脑袋 而是特朗普先生毕业的那个沃顿商学院的专家们研究出来的模型 并且假定了各种不同的情况 特朗普先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特朗普先生将 做何感想 不要看着他每天出来新闻发布会 风轻云淡跟记者杠嘴 不要看着他谈什么事情都伸出粗短的小纸来 做这个形状永远是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 压力还是相当大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家 美国人命不是命吗 中国人人权观念是人命关天 没有比人命更大的事情 现在死亡人数这么多 而且没有参照系了 中国死亡的人数这么少 世界各国情况都在好转 至少那个曲线的是这样 美国现在是这么一种情况 而且 专家给出的三种模型 特朗普先生遭遇的是这么一种情况 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 特朗普先生的旁边的那只肥瘦的 看上去 扭扣快把肚子扭扣快要撑掉的那个肥瘦的身体 站出来 大嘴 把 朝着中国咆哮 这位先生的形象就是郭布勤特朗普 蓬佩奥先生的形象 蓬佩奥先生他这么做 告诉各位 我们的解读是第一 他在给特朗普先生解围 能不能解得了围 那另说 第二 他在为特朗普先生的连任做准备 第三 这种甩锅无论奏效不奏效 是他必须做的战略动作选择 还不仅仅是战术选择 战术选择是共和党的那个手册 手册里边在57页里边写满了 当你们面对公众质疑的时候 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 在社交账号上与别人谈论 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 都要甩锅中国 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办 什么情况下 那是属于战术性的 相当于游击战术小册子 相当于日本关东军的日本关东军 避邪 邪是邪手的邪 邪手就是必须拿着 必须靠这个东西来应对各种局面 也就是说 对于特朗普先生来说 蓬佩奥先生 他所做的动作 是精心选择的动作 是不得不为之的动作 是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他只能做的这么一个动作 那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来说 对于美国的精英人士来说 对于反对党来说 对于美国的知识分子来说 特朗普和蓬佩奥的这一套把戏 难道人们看不穿吗 当然看得穿 但是美国媒体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有力量 说归说 作为归作 那个采访我的这个纽约时报 他造中国的谣 在中国呢没事瞎搅和 歌颂方方 歌颂方方日记 在中国也是来回干那种抹黑的事 但是我们必须实时求是说 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的新闻界 对于揭露川普执政以来的种种道行逆施 荒唐可笑之处 那还是做的相当专业的 这够得上新闻专业主义的 但是够得上又怎么样呢 新闻做的非常之有力啊 但是你能奈他何 你能把它怎么样呢 在中国国内做公知 后来到了美国去 移民美国 在美国建设的美国新闻自由的 乔木先生有一个说法 说美国这个新闻自由 我们见识了 你第一你说了没用 第二你上街上街上街就 就是铁炮的给 武男义雄的词叫铁炮的干伙 你再闹全抓起来 你华尔街革命你闹一个 没有办法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制度的设计啊 它是对于某些人来说 它事实上享有法外特权 你不能把它怎么样 包括川普先生最近天天骂 天天骂这个NBC 天天骂CN 甚至用的词都是陈伯达同志 曾经用过的词叫人民公敌 甚至当这几家媒体的记者 记者会上提问的时候 他上来说 No 你们撒谎 这是你们撒谎 你们这媒体是撒谎的 都到了这种地步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特朗普先生的支持率依然在上升 这就是这个国家怪异的地方 美国CNN做了一个片子 这个片子现在还没播 这两天天天吊足了美国人民的胃口 来做什么 做预告片 预告片 预告片 特朗普先生满面春风 头发依然溢如大家所了解的头型 然后手上一层金色的寒毛 闪着晶莹的光亮 特朗普先生面对下边的他的粉丝的欢呼 特朗普先生云淡风轻 说什么 说关于病毒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美国只有很少的病例 no problem no problem 是 然后画这个镜头啪一转 特朗普先生换了一身西服 换了一条领带 表情更加淡然 特朗普先生说 有一天 some day 这个病毒会神奇的消失 这个互联网有记忆 这美国的政客 美国的媒体 天天逮着特朗普 把一切都记录下来 把这镜头反复播放 然后粗重的大标题 黑体字 话体字 在屏幕上飞来飞去 标题是什么 标题是调查大流行病与总统 这里边还有旁白 每当特朗普先生说一段 说一切尽在掌握中 美国的病例很少 然后旁边就跟一句 真的吗 当话一转 特朗普先生说 有一天 这个病会奇迹般的消失 旁边再跟一句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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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先生每天就看到这样的 这种预告片 你说说他心里该有多恨 他心里得闹心闹到什么程度 可是他再闹心也没办法 因为特朗普先生 他的确是说起话来不负责任 死那么多人 他那么淡定从容 美国人命也是命 而且你作为一个政治家 或者你作为一个地产商人 你作为一个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 你对传染病毫无了解 你怎么就能说出来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病毒 这是他的巨套子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那就被人抓住了 如果仅仅是老头喜欢夸口 吹吹牛也就罢了 不 他来真的 他新闻记者会 白宫每天的记者会 那是特朗普先生作为男一号 永远要出来 而且没别人 没别人 只有他一个人说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说的爽 中国老话叫做 不怕你今天闹得欢 就怕将来拉清单 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言多必失 每天说 这老头记忆力 应该是不错的 但是你说的太多了以后 前后对不上 你前面说一切尽在掌握中 现在100多万了 最可怕的结果可能是要到97万 死亡 你说非常少的病例 一切尽在掌握中 现在确诊都100多万了 你说有一天他会奇迹般的消失 别人一定会追问 哪一天 someday 哪一天 someday 哪一天 回答不了 不但如此 我们这位特朗普先生还要给人开偏方 民间有句话叫偏方治大病 偏方治大病 偏方也要你命 特朗普先生的偏方就是要命的 什么偏方 他居然当着美国最著名的流行病学 传染病学专家的面 这个老太太坐在那地方 川普先生说 强光照射和血管注射消毒液 好家伙 好家伙 淳朴善良的美国人民 当中就有一些人真的相信 所以美国的各级医疗机构的电话 那两天就被打爆了 人家反复追问 这事究竟行不行 好弄得美国药厂都出来 花钱做广告 说千万使不得 消毒水是外用的 那个东西不能往血管里注射 往血管里注射 那是要出人命的 我看网上有个有意思的说法 说李子柒直播是要钱 特朗普直播那是要命 这事不是假的 这事是真的 这么荒唐的美国政治家的行为 正国级政治家的行为 怎么办 谁都着急 你说做他的部下 如果你没有被炒作 如果你坐在旁边 那真是如坐针毡 但是 蓬佩奥先生永远是重量级的人物 他永远那么镇定自若 他永远能够顺着特朗普先生的话 把这个话给圆下来 怎么圆呢 是中国 是中国不向我们报告以情 是中国耽误了我们的时间 我们必须向中国索赔 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负责任 等等等等 用仇恨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用仇恨来掩盖自己的懒惰 用仇恨来掩盖美国的国聊主义 用仇恨来给这些失去亲人的美国家庭偿命 问题是仇恨真那么管用吗 武汉有一个比我年纪还大的老太太 她写了一本日记 那日记里边在美国出版 在德国出版里边也是充满了仇恨 追责仇恨宣泄 非要把天灾说成人祸 这个思路基本都差不多 在这儿呢 我姑且一老卖老说一个简单的人生的道理 这个人呢 无论他是什么人 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无论他向你贩卖什么样的理论 无论他实际要干什么 当他准备宣泄仇恨 不停的宣泄仇恨的时候 你要警惕了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 那我们中国人对特朗普和蓬佩奥的这种道经历史 难道不是也仇恨吗 是的 那怎么区分呢 我们是一种被动的 是他欺负我们 是他造谣我们 是他抹黑我们 特朗普先生他对病毒毫无了解 对这种病毫无了解 他煞有介事的全美新闻直播的时候 他居然能说往血管里打消毒液能够杀死病毒 这样的人说他有证据证明 武汉的某一个病毒所 那个病毒外泄 是人为事故 中国人要负责任 你信吗 好 姑且以你说的为准 敬请特朗普先生拿出证据来吧 到这时候 特朗普先生就表现出了一个圆滑的政治家的那种的老摩神算了 我现在不出示证据 那让谁出示证据呢 让蓬佩奥先生蓬佩奥先生同样也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 在所有的医学专业人士都认为 所谓人工病毒是根本不靠谱的情况之下 你们把科学家吵了 你们拿着情报局的所谓分析来向中国人民兴师问罪 到底何在呀 这两天连美国中情局都反了 美国中情局说因为通俄门的事件 特朗普老小子一直就不待见我们 最近突然间重视我们 这不是好兆头啊 他叫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关于中国这个病毒 这个人工病毒的证据 这东西是个科学问题 他哪是个情报问题呀 美国情报部门也是臭名昭著 关于一管洗衣粉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事情 那是把情报裹挟政治的人类情报史上的丑闻 美国中情局就是蓬佩奥先生曾经领导过的这个部门 这种事没少干 但是今天跟过去略有一点区别 那就是今天接替蓬佩奥先生的这个中情局局长 以及中情局的那些官员们 他们也得拿得到啊 所以美国蓬佩奥先生当然一再说 你们敢不敢让我们美国的专家到你们那去调查 你们敢不敢接受我们的专门调查 我想问蓬佩奥先生 你哪那么大的底气说这种话呀 调查难道不应该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出面来组织公正的调查机构吗 你是谁呀 用我们武汉著名作家方方姐的话说 你以为你是谁呀 调查难道不应该是平等的吗 有些国家去年9月因为流感而死的人 后来又查出来是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这事你说要不要调查呀 你那事不调查 你怎么要偏偏要专门针对中国还武汉病毒所调查呀 哎 讲理是困难的 在国际场合 所以我特别佩服我们外交部的官员 特别佩服也特别同情外交部 包括那个长得好看的女发言人 还有叫赵立坚的这小伙子 我同情他们为什么呀 每天面对指责造谣诬陷 然后他要温文尔雅 适度得体 然后滴水不漏回答他的问题 那好进入我自己的社交账号 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呀 你怎么不解释你那个实验室的事啊 你凭什么要来调查呀 美国专家没来过吗 来过呀 美国专家跟世卫组织的专家在中国调查过呀 我们中国第一时间就通报了 目前跟彭佩奥先生的说法 特朗普先生的说法 有些接近的呢 还是武汉那个写日记的老太太 反正他是要追责 他的口头柴不是天灾是人祸 蛮蛮蛮蛮骗骗骗 这就是最近我一直揪着武汉的作家方方的日记 讲的比较多的原因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有些事啊 不论根据是什么 啊 重要的是立场 科学问题要拿科学证据来说话 但是在没证据的时候 大家都坐在自己的板凳上 当有人你说话觉得特别较劲 然后呢 像方方这样的作家被一群年轻人 80后90后00后指责要他拿出证据的时候 方方姐呢 咬哮状 说你们文歌你们余孽 你们小粉红 你们是战狼 方方为什么就能回不能回过头来检讨一下 为什么这么多的年轻人人家开过阳婚见过世面更阳光更灿烂跟你也前世无仇近世无缘他为什么要你拿证据呢 正如方方到现在拿不出满地都是无主手机的殡葬馆的那张朋友来传来的照片的证据一样 特朗普 蓬佩奥他们也拿不出所谓中国武汉所病毒泄露的证据 根本没有证据他们却汪洋之嗣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任意栽赃中国人民是可人孰不可人也 对于特朗普先生来说 撒谎是一项基本功 我刚看到有一个数字说他上台这不到300天是298天一共撒谎1628次 不到300天撒谎1628次那是个什么概念呢1628次相当于每天撒谎5.5次 每天撒谎还能把这个支持率撒上去 这件事您怎么看呀 我看应该这么理解 这件事应该让那些专门宣扬美国制度优越的公知来解释 请他们解释对一个撒谎每天撒谎5.5次的人来说 他的支持率上升是否说明了这个体制具有特别的优越性 直到今天我的后悔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我的时候 我没有问他当他问斯马兰 你能不能从疫情发生以来中美两国制度比较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件事 我当时迷迷噔噔的没想好 其实我当然应该问 我说我们认为美国制度是优越的 我们不理解的是这么优越的制度为什么死这么多人呢 是因为制度优越所以就要死人 因为制度优越要死更多的人呢 还是因为我们制度优越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怕死人 或者我们死的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应该活下来的人 到底怎么样来理解你们制度的优越性呢 好了感谢收看司马南频道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域居民 关注微信公众号司马南频道 再见